主要没有了竹锋 确实操作难度会大一点 但也不是不无机会 一前一后的枪线 现在恰巧是对方 没有加点的时刻 两个人缩在一块 这是两个特殇 就来了吗 先看到了 上星 他做到了 再交一波技能 重力不往加狂烈直弩 然后直接Rail拐脚 获拉 鞋量都不是健康 Sungryming的压枪 压成一条线 解决了三个人 Sungryming这个位置 能够打一个一换一进攻坊 只剩下上星 一个人了 他们这一波一开始的设想 其实是会觉得楼梯这侧可能有人 就是你100%的绿箱 要出来抢我的位置 对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更多 侦测类技能是纯堵的 纯开局就给的 如果你不来抢 那我认了 是 而且第二波的 蔡海有机会一打一 但是迫迫是一个绕后的身位 而且来得很慢 这个秀爵 能够感觉得到吗 好像真的有点 要绕到了 又错过了 两个人 缘分不够 33秒的时间 什么的位置暴露了 再假放 他还有时间做操作 要过来了 马俊要看到了 可是又变成了一个侧身 转回来 又看到 这个单票 桑季拿下了 两个人 错过了5 但应该是要考虑 对面交完第一波进了之后 出来接的 主要提示有限 所以他们只用担心必通 给单枪 正到了 这个侧身 过去给接住了 过赛根的位置 非常漂亮 但是被禁补了一个 进个位置被锁死 两边的枪线交叉 三打三的一个局面 但P-P-S被拖住了 他们没有能够进到点后 这暴露器不是很好第一 一顶进来 两枪头 这个闪回来 主要这个闪还 反而也没有闪到 镜所在的位置 是 这个闪好像都还没生效 镜就已经 但是也会让他出去的身位 变得很窄 对 而且走那一侧 是一定有人架的 他自己心理应该也清楚 镜架在这个位置 是也到处都有可能进人 但是轩地剑 会逼迫对面进延 二楼的架枪 点两个 I-Frey最近的状态 也是非常的来劲 这样一波对应之后 这个局面已经不太能收拾了 这波用终极技能 强行地提速 也很重 阻力有点远 对 狂刀痒痒 这样 可以架住 但是对于ART来说 这分已经引不了了 那你的帮助器 运进就会有点慢了 是 运的会有点慢 会选第二 还在压交付 这个闪刚好没反馈 但是FORSEGAN的位置 已经是名牌了 对 而且FORSEGAN 其实应该大概也知道 人应该还在逼通这一块 是能说DFM是真的求稳 这一波其实 他们如果是选择单走多一点 其实可以确定 逼点这个酷包脸的 就续 闪到 也 出位置 没 没看到 我现在打了一 暴能器落在地区 暴能器 他还有一个安置暴能器的压力 车车在被找到 剩下一丝血 而是他不敢停留 就超过半秒的时间 对 他只有零点几秒的瞄准时间 对面要反齐了 对面要反齐了 知道你明镜对位置 还有混烟 有混烟 二楼炸掉了一个 这应该是混烟把人逼出来 然后雷补掉了 但是否则一根的位置还能做抵抗 打闪 这次二飞直接接住了 则一根 又是那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他曾经无安置关 一打五 五 他自己打成了残血 五 只有超线暴能有机会 震到了 创到后面的人 被收了 被抑制要怎么办 还要把五秒 喷通了 一二下能补回来 但是晴哥也能够成功地补到枪 而且因为前期多倒一个 现在还是一个二打三的人数 不劣似于KPS来说 再补一个无效命令 只能干拉 只能干拉 干拉奥丁拉下来 但是提前的川普 卡梅 他倒了 但是 金凤好像没怎么漏过 三手进去 哇 伤心也是 伤心越驾越大胆 驾不到人就得触动去找人 正好抓到 就把进攻区 这样黑背也不能随便漏了 对 黑背这个位置应该是不敢出来的 三打二他们要保住这个人数优势 等到封通的玩意后回来 然后再做操作 只能去给安宝 但是 桑姆有凌空 保塞克有闪 这个玩意后未必那么好 就要来了吗 没有 金净班冬是一个干扰 是 他还留着一个金净班冬 还留着玩意后 基本上确认了两个人都在点内 没有 他离金净班冬全部都在轻点了 想起跳 漂亮 但是保塞克家属的一个 二打一 桑姆只有狙 躺在点内 位置其实比较比较 因为再给出来 确认了 但是左边他拆到了 右边又击 有定了小边的位置 小凤 最后又是桑姆手 这个雷会给桑姆一个非常好的投背生的机会 桑姆要来了 两个人撞在一起了 他还被全部都拿下了一个人 Loki一直在地壁后面 但G 能够先接两个人 点内 点内怎么做 Minefreak 先接住一个Minefreak 还能再对 那只剩下Loki 一打二 没有机会 离魂 去看一眼B通 好人 应该是不是看到小凯了 对 他在家居 小凯 还经常没听到自己的身后 没闪到 有益损 Faiken 要接完了吗 他已经有三个进账了 Loki 在一个飞鱼群的位置 能够解决一个人 但是只剩他一个人 包在地上 有离魂 在这个时候离魂已经不重要了 孙三哥带着狂脸之后站得超级人 对 他确保不会事故交命令 对 直接狂脸之后给吉士了 把人逼出来杀 哇 这一分是个阳谋 小凯能架住一个 现在防守防复活点的两人成为了第一 最后的希望 二打三 腿部也对掉了一个 而且知道 暂时必通 还没有走到 但是他应该知道猎啸会来的 猎啸马出到了 一打二 小凯一打一 又是他 在眼里 又是亚军 又在追思 没子弹 不错是两颗子弹 十三 咱现在主要就是要解放 刀不一把局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 他的局其实没有特别好发挥的 我强行跳 Metrake在等 他还可以这边 有可能能够遭遇到明局 有碎片溢出 这边溢出的效果 非常好 这个碎片溢出 只有见一出去的SACE好像 那现在 这个位置 是暴能器掉在了方舍方的脸上 而且明局也有所说 我不会小波 扔过来了 没有人看 还行 正面第一波打赢 金凤先收一个 但A大就有人 一个大拉 这还反杀了对面指甲的打外 5滴血 这也要大拉吧 这也要大拉吧 给你给机会 5滴 最后进 但是金凤很喜欢藏这个位置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藏了 对 而且效果还不错 就要看今天 有没有预警到 金凤选择Pick出来 但是 应该看到了 算了 他不敢 他拿到信息就够了 呃 在明镜修大按效果 不过A大的SACE倒了 哎 没收点 没收 没 标准非常夸张 但是自己已经被处理掉了 Forsaken也是拿到击杀 这个三冠三硬要说的话 我觉得PaperRex要更赚一些 对 并竟听到点内去安置暴能器了 可以 不过血量上来说 好像Forsaken是有点惨的 呃 Forsaken已经被处理掉了 两个人直接选择静音出烟 Pick出来 Mind Free可能先打 Mind Free直接是弯成了一波 立刻前军1v2的残局 刺杀斗地 对方的长枪局被过渡了 A敏这个出去的时候正好来不及拘了 但是左边这次给雷了 给雷 在想我队友能出来救一下 其实队友也有当时自己的事情在做 是 但这一分无疑 这个竹锋什么时候开 这甘拉有点 甘拉打了一个 有竹锋 走 OK 但没有Domson的枪线拉扯 后续真的好近点吗 要画上一个问号 点要散了 金梦的位置很尴尬 还可以退 使一滴血活了下来 有罪片一球那笔风球 在乌烟要强行进点了 离魂进入到点内 哦 这个奥丁 以奥丁制奥丁 但是啊 打败还在眼里等到了对手的人 阿卡梅也倒了 哦 那这一分要保吗 关键下一分 如果不保了 下一分没钱 难打了 狂点之怒 射到了 二的这个位置有点不好走 看一下第三发 他这个奥丁也架不起来 这边射掉了 二的习惯被捕捉到了 点后还有暗眼 暗眼腿的效果其实还不错 A小的D已经是被抓到了 C4被打侧身了 暴能器可以安装回防的 人是刚刚布置完全面封锁的金凤 金凤没有技能啊 就这两个技能 两个人铁箱位置都已经架上了 闪存过在全摆 满闪 奥丁在穿 惨了惨了 还要强拉 这一波金凤只能期待一个奇迹 我觉得很难啊 关键是奥丁子弹太多了 4 second 有奥丁终结的金凤 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但零点现在应该会扎到 梅这个位置有没有人搜啊 金凤还在拉扯火力 也要散了 但是梅拉出来是直接被打掉了 给一个闪 两个闪接静烟 想要先站烟里面的主动 但是 卡梅好像没有能够来得及退烟 二楼想补传的金凤也被打掉了 那现在最后只剩C4的独瞄了 要一打四的回防 并且还被对方的战术监控发现 绝望的禁地 他只能选择宝枪 剑影回到A区 有大的 卡梅 看看要不要骄 但有大拐角是把判官 三不正这个位置 看下拐出来 他先看到后面的一个 没一劫倒了 而且卡梅这个位置也没了 二十强补枪 但直接被直架 现在这个位置 这跳舞 他想骗对方露枪线吗 我只能这样解释 好 还想 他标被没收了 对 他标被没收了 感觉有点气 只有判官 二的世界被穿死了 正面看下 Mind Freak 这次顶了两个人 最后没一 听一下对面这个转捡的共情 没一 能先鞠一个 Mind Freak没露 打外露了 是的 因为打外要去拿信息 一个大声位 但是这个阵容 DF他们一定进点快不了 他们全是G 现在已经换了 主要还是全是G 对啊 还是 这G怎么 就一定推 但已经有进来运点出现了 这边进行先打一个 而且有赛波球龙 这局更不好发挥了 主动进言 Forsaken不给惊风任何操作的机会 现在听到非常多飞掉的声音 我感觉对于 27秒了 第一间有人打巴 第一时间悬崖的位置 Forsaken是被绑侠架住 二楼装住 还有人 这强行经典不太限制 最后 由SOMETHING的一把猫霞 收掉了SYS B 他竟然一个人压到了 点内的隔点燕里 关键他的位置没有人知晓 狂点出架车 直接找人 但燕里一直有一个 不是两个人 而且 没你的滑向也被接了 这部二手在这个位置 被射死 也挺意外的 对 打外还接住了B消的进步 按到了对方具体的位置 打外的 阿尔特又开始奥丁 你真是跑打了 我没有看错吧 应该 呃 他应该是边退边打的 对 边退边打的 而且Mind Free给打一个 用局局掉了卡美 队友还不好拉 奥丁过来 慢吞吞的 奥丁去面对这把军 感觉不好去做火拼 A小9 还在转 还在转 而且Sys如果顶出来的话 可能会很危险 是一把奥丁 他回不去了 这个时候再摇两个队友来 可能时间上会有点来不及 而且Thompson也是捡到了 对手手里的狂吐 这是个单向 想过的话是不太现实的 暴能器可以安装 但是会不会被穿死 哦 被穿了一个 但中路中路有人在下水道在摸 感觉可能摸到很多背身的前提 有一个巨不错的绕后机会 并且B小还有双保险 但前提是点那点顶住 一楼有火热手感直接给上 点头了直接烧死 这又大了 直接选择再火一回 Commen这个位置得扛住 不然的话感觉进会很尴尬 回去了 顶住了 妹一倒 那现在对 Art 来说 这把奥丁 没有任何双扇门 有可能会有遭遇 这直接回过头来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timing 而且正面 Commen没能打过 Art 能够补掉 Mind Freak 但现在还是个3v3 关键打外有大 打外直接除退了 嗯 他可以去退B长 但B长可能会遭遇到Art Art 是一把奥丁绕后 而且没有循迹剑的情况下 他只要不漏就行 打外也是绕后 对 高兔奥来做一个掩护 人在走二楼 可以跟自己的队友 就是 火棒三场已经改了 现在我觉得这一分的胜负手 就在这把绕后的奥丁 但Art 不太敢pick 露枪了已经 正面的队友已经出现了 二楼被轻掉了 距离太远了 奥丁根本 这个射速叠不起来啊 选择赛火一回 直接进点去找人 被对手的 人先收掉 黄烈之路 加速也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但是绕后马上就到了 打败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打败已经是被对手抓到了 而且他们也是有收益的 把东西给打掉 3v5 这个宇宙分裂其实有一点点尴尬 宇宙分裂时间结束了 正面 否则能够打一个 但Mindfreak也是被接了 现在进这个位置 他必须要打多个才有一些机会 正面看 估计 直接打掉了对手 所有绕后的人 后路已经塑清干净了 这一波爆发 对于DFM来说非常的致命 明牌 又是残局的二打一 给到了PaperX的手中 七发子弹 非常绝望现在 有闪就要看他 有闪存过 再看这个闪 要不要打反晶 关键他还要担心死点的位置 他没有交闪 结束了 PaperX三比 锁定胜局 他们用极致的个人能力 向世人展示的什么叫做 一力破万法